接下来带你关心的就是台铁一辆从高雄出发到花莲的自祥号 列车才出发不到两分钟 车头就疑似因为刹车吐嘴冒出了浓烟 列车紧急停下台铁人员是忙着救火 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疏散旅客 甚至广播还在卖铁路便当 虽然列车在十分多之后呢就继续行驶 但是台铁这种处理的行为却让旅客大大的不满 使劲月台的自祥号列车 车头不断的冒出浓浓白烟 列车赶紧停下 不过白烟还是持续的冒出 车上立刻走下三名台铁人员 拿着灭火器朝着车底不断的喷洒 主要是机车的后轮 它的那个刹车的杂法没有松开 就是松韧不良的心情 刹车没松开一路摩擦难怪会冒白烟 不过当时车上的乘客并没有进行疏散 看到窗外的白烟阵阵 还有人在灭火让大家都吓坏了 拼命往后面的车厢跑 不过台铁却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广播还在持续卖着便当和太阳饼 让乘客觉得实在太夸张 它那个是杂法松韧不良 所以这个就是排除之后 就没有不影响行车了 台铁澄清第一时间灭火优先 而且是因为摩擦冒烟 状况排除之后并不影响行车安全 才没有紧急疏散 十分钟后继续行驶 不过看到这样的白烟 如果又得不到说明 不知道还有哪个乘客感冒着生命危险 继续坐在火车上 继续坐在火车上